阿们 哈利比亚 在主礼像 在座 还有以及在线上所有的 绝书拣选蒙爱的 同龄弟兄姊妹同工 传道主事们 大家晚上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晚进入 约翰福音书新的一章 我们就进入十一章 因为十一章的篇幅 非常的长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 要把它分成三段 来去做查考 约翰福音书十一章 是记载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神迹 就是死人复活 拉撒路 死了第四天 主耶稣竟然在 从 把它从这个坟墓里把它交出来 所以这十一章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神迹 好 那因为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分成三段 十一章的第一节到这个十六节 这是关于在拉撒路死之前呢 就是他曾经生病了 所以十一章一到十六节是 拉撒路已经生病了 这一段 然后十一章的十七节呢 一直到这个四十四节 就是主耶稣到了这个伯大尼 就是也到了这个 拉撒路 安藏的那个坟墓 然后把它 叫醒 叫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十七到四十四节是 主耶稣到了伯大尼 那另外呢 十一章的四十五节 一直到这个五十七节 这个篇幅里面呢 那是提到 有一个大祭司 当时的大祭司 在说了一个预言 就是一个人 替百姓死的一个预言 所以这四十五到五十七节呢 当然是连接了 因为 耶稣醒了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 那又显明什么呢 主耶稣掌管生命 所以应该在这个神迹里面 是 非常的轰动 当时的那个 当时的那个世代 当周遭的人 因为 大家都知道 拉撒路死了 复活 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所以这个 以后呢 那个大祭司 就 对这一件事以后呢 对主耶稣的看法 甚至说 要怎么样 想办法 把它制死 大祭司就说过一句 一个人替百姓死的预言 所以这是 就是这个部分了 那今晚我们就查考那个第一段 就是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书的十一章一到十六节 拉撒路病了 我们来看 他的那个第一节到十六节的记录 约翰福音书十一章第一节到十六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 十一章第一节 有一个患病的人 有一个患病的人 名叫拉撒路 住在伯达里 就是玛利亚和他的姐姐 马大的村庄 马大的村庄 第二节 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 摸主 就用头发擦他的脚的 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第三节 他姐姐 他姐妹两个都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四节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五节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 病拉撒路 六节 听见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 扔住了两天 七节 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八节 门徒说 拉比 犹太人进来 要拿石头打你 你还往那里去吗 九节 耶稣回答说 百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 人在百日走路 就不知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十节 若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十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 随后对他们说 我的朋友 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十二节 门徒说 主啊 你若 他若睡了 就必好了 十三节 耶稣这话 是指着他死说的 他们却以为是说 照常睡了 十四节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十五节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十六节 多玛又称为底图玛 就对那同着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和他一同死吧 好 这一段里面 焦点是在那个拉撒路 然后 耶稣怎么样叫他复活 所以 这个部分 你看第一节 有一个犯病的人叫拉撒路 所以先 把这个拉撒路先做一个介绍 那接下来你看 第四节 主耶稣说 他病不至于死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以后我们看到 主耶稣 他的病后来是死的 那主耶稣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也就是说 他这个病 不是因为要带来死亡 而是要病了 死了 要带来那个神的荣耀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好 然后呢 十一节 主耶稣就说 我的朋友 拉撒路 睡了 我去叫醒他 主耶稣并没有说他死 主耶稣说他 睡了 其实是死了 主耶稣 很特别 就称拉撒路是他的朋友 然后又称 说拉撒路是睡了 不是死了 他用这个睡来描述 其实是 十四节说的 其实拉撒路是死的 其实拉撒路是死的 好了 最后呢 我们再看十五节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好 再一次的主耶稣会提到 这件事情要发生 另外还有个目的 就是要叫门徒相信 所以你看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第四节 说到那个目的 然后第四五节呢 又在列第二个目的 所以 这一段的 拉撒路的生病 甚至他死了 是为了什么呢 让主耶稣让神得荣耀 那第二呢 十五节就说 是为了叫门徒相信 叫门徒相信 所以这是一个神迹 好 这一章里面 这一章里面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很 再次的体现 那个主耶稣说 我是 主耶稣说 我是 大家看 二十五节 十一章二十五节 十一章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主耶稣在这十一章的 二十五节 再次的到处什么呢 他说 我按照演义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中文就把它翻成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即使主耶稣在强烈上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那比如说复活和生命 是在主耶稣的掌权之下 你要有生命就找耶稣 你要复活还是要找耶稣 这个意思 好了 其实这十一章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 带入我们第十二章 你看十一章的审计 以后都 以后我们在迈入 这个十二章的时候 是有关系的 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书的十二章 约翰福音书的十二章的九节 和这个 我们来看到十一节 约翰福音书十二章的九到十一节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 十节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十一节 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你看十一章多重要 就把我们带到的像第十二章里面的那一个高峰点 原来借着这个神迹以后呢 吸引很多人来看耶稣 不单单来看耶稣 还要来看耶稣 把他复活 让他复活的那一个拉撒路 要看耶稣 要看拉撒路 大家都要看这个 复活后的耶稣 这个拉撒路 但是当时的祭司长怎么样 想把拉撒路杀掉 要把耶稣杀了 也要把那个拉撒路杀掉 因为为什么呢 名声望起来 祭司长没办法了 怎么搞的 因为这个神迹很厉害 因为这个神迹 所以你看十一节说 有好些人 回去也信了耶稣 为了这个神迹 很多人信了耶稣 所以神迹呢 让人 看 寻找耶稣 让人来相信耶稣 但是呢 祭司长怎么办 我们来看那个十一章 十一章的四十五 十一章四十五节 那些来看 玛利亚的犹太人 见了耶稣所做的事 就多有信他的 一样 很多人信他 因为这神迹 但是我们看这个四十七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居给公会 说 这人行好些神迹 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你看明明是一个神迹 他说 这人行好些神迹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这里的神迹不是单单 十一章的拉撒路死里复活 也包含了什么呢 还有过去很多的神迹 所以祭司长 法利赛人 摸不着 想不出来什么办法 要怎么样抓拿耶稣 因为耶稣一直在行神迹 让人来去相信 他们 他们又没办法来去否定 这是神迹 但是呢 祭司长 法利赛人 就要商量 怎么样把耶稣致死 把耶稣致死 所以只有这条路 很多人要信他 所以你看 犹太人 祭司长 法利赛人 要把耶稣处于死地 是因为什么呢 嫉妒 嫉妒 所以不甘心主耶稣 行了神迹 很多人跟从他 相信他 所以 十一章的神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主耶稣 荣耀 他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可以说 神迹 让很多相信 神迹 让法利赛人 让祭司长很生气 已经商讨 要把耶稣 杀死 已经讨论了 要把他杀死 所以 第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到二十三节呢 主耶稣已经 说了这句话 他说死后 有个死后 十二章的二十三节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到了 所以 这 约翰福音书里面的 第十一章的 有记录的 七个神迹 大家还记得 在约翰福音书 只有七个神迹 所以 十一章 死人复活的神迹 是最后一个 所以最后一个的神迹呢 从约翰福音书里看的话 就把耶稣 带进了 荣耀的时候 因为什么呢 这个最大的神迹 就是死人复活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主耶稣做了 很多人相信 但是呢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就要把他 耶稣杀掉 所以主耶稣 说什么呢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到了 所以这是 他的荣耀的时候 到了 其实这个荣耀时候 到了什么呢 主耶稣要死 主耶稣要被抓 被钉死之家 要被举起来 的那个意思了 好 这件事情 我们回到十一章 我们看 回到约翰福音书 十一章的第一节 第一节 有一个犯病的人 名叫拉撒路 住在哪里 伯达尼 这个伯达尼是什么呢 伯达尼亚 伯达尼亚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伯达尼 那个波 是家 如果你看到每次的 那个圣经的名字 叫做 开始的 那个意思叫做 家 好像 伯利行 伯达尼亨 那个伯就是家 那个伯达尼亨 就是那个面包 面包之家 伯达尼亨 伯达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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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伯达尼亚 伯达尼亚 是神 是神的家 或者神的店 这样的意思 那个伯达尼亚 这里说 伯达尼亚 是什么呢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枣爷之家 是一种 就是一种 一种果子 像那种 枣 这样枣 应该你们叫什么 dead 对 类似那种 它是枣爷之家 就是 应该 那个地方 很多 这个 这个枣 可能很多 在那边 另外还有个意思 悲惨之家 这个 塔尼亚 这个其实是 很 伤心 很痛苦 很悲哀 的一个 家的意思 可能 有认为说 这个 伯达尼亚 是很多 穷人的地方 很多穷人 这个地方 有这样的情形 其实 伯达尼亚 这个伯达尼 离开 这个赶南山 不远的 所以 这个伯达尼 离耶路撒冷 按照地图来看的话 差不多是 不超过三公里 三公里 三公里 就是这样 这是伯达尼 所以 这个地方是谁的 谁住呢 拉撒路 马利亚 还有的姐姐 这个 马大的村庄来的 所以 是他们住在一起了 这个是 七件神迹 这个复习一下 七件神迹 约翰福音书里面的 七件神迹 大家都清楚吗 你看 有七个 第一个的水便脚 我们学习过了 第二是大臣的儿子 被医治 这是在第四章的时候 到了第五章呢 在耶路撒冷 就是 生病 已经病了 38年的那个病人 主耶稣医治他 那时候也是个安息日 第四 第六章的 五个饼 两条鱼 给五千个人吃饱 然后 第五个呢 是在第六章 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所以这是第五个神迹 第六个 在九章的 我们刚刚也 过去也刚刚 在 查考过 主耶稣医治了一个 生来是个瞎子的 竟然能看见 好了 第七个 第七个就是 拉撒路 复活 就是在这个十一章 十一章的 这个记载里面 死去了四天 在坟墓里面的拉撒路 主耶稣把他 叫醒 把他叫复活 所以这个证明什么呢 这个神迹有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 超主耶稣超越了 这个宿命的限制 等一下我们在十一章的时候 以后我们会发现 主耶稣 不单单可以证明说 主耶稣可以把那个生命 给回 让他回到 这个 拉撒路身上 还有一个主耶稣要证明的 四天 四天 为什么要四天 因为一般上来说 你刚刚去世 你越快来 可能还救得来 可能啊 因为我们今天医学 可以吗 刚刚停止呼吸 或者 那个心脏刚刚停止掉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人工呼吸 或者 那种叫积压 急救 或许还有可能救回来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好像那些 泉在水里面的 刚刚淹死的 脱上来的 有时候我们做急救 把他水涂出来 把他 还回他的腹吸 他可能也会活过来 这种情形都 有人做过吗 但是主耶稣为什么呢 偏偏要四天 那你想一下了 第四天 你拿猪肉出去 你拿什么肉 放第四天 我看那个地方 已经是 主耶稣把他叫我过来 所以 主耶稣就告诉我们 宿命 就是说你不可能的 这个 你已经没办法了 但是主耶稣能够把他 叫醒过来 那主耶稣故意的 等一下我们再查考 你看 你看见主耶稣是故意 特意要第四天才到 是这样的 请醒 所以这是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有记录的 可以说公众了 比较公开的神迹就是七个 第七个了 最后一个 这个 第七个 也是让很多人信主的 也让 祭司和法律赛人最生气的 已经决定要把耶稣杀了 就是这个神迹 然后 进入十二章 以后 差不多了 所以说 人子的荣耀时候到了 就是他要 已经要定时之驾 定时之驾的时候也到了 好 好了 这个也是一样了 这七个 七个神迹 七个神迹 如果你看十二章的八节 十二章 十八节 十二章十八节 是被承认 是一个神迹来的 十二章十八节 众人因听见耶稣 行了这神迹 就去迎接他 什么神迹呢 十一章那一个 所以 十一章的这个神迹 让怎么样 让主耶稣的名望 大声 很多人因为这样信主 所以 主耶稣光荣地走 用那个曲子的旅具 进耶路撒冷 大家来唱荷萨纳 荷西安娜 其实是什么呢 他们看到是基督 一个让死人复活的 只有耶稣 只有基督才能够这样做 他们看到 所以因为这个神迹来迎接他的 所以 因此这次主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哇 轰动 全程 祭司长 法利赛人 他说没办法 但是 他们算输了 他们意思是说 很多人在支持他 没有人要听我们 所以 祭司长 这些法利赛人 犹太人 开始嫉妒 就是要把耶稣 制死了 好了 这是最后的 第七个的神迹了 好 复习一下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里面 有七次 那个相对性的 我 我是 这个相对性的 我 我是什么呢 那你看这个图表 有七次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里面 有七次 用相对性的 这种 relative的 就是说 他 比如说第一个 主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或者我就是生命的面包 生命的面包 第二 我是世界的光 这个是我们在复习的 八章十二节的时候有的 第三个 跟第四个差不多一样的 十章九节 十一节十四节 主耶稣说 我就是门 我就是好牧人 OK 那第五呢 就是 第十一章里面的 有提到的 十一章二十五节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所以这个 这个重点在这里 以后还有两个了 还有 相对性的两次 在第六跟第七个 在分别在 约翰福音书十四章 还有十五章 那就是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十五章第一节的 我是真葡萄树 这种是相对性的 就是说 我是什么什么 让这一些 什么什么东西 让你去了解 来去认识 知道 耶稣 他就是神 他就是基督了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 约翰福音书十一章 我们今晚看的是 第一节到十六节的 这一段 我们来 这是一个 十一章的开始 好 十一章第一节 到第五节 我们看这一段 十一章 第一到第五节 就是 有人告诉耶稣 大家看第三节 他姊妹两个 就打伐人去见 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 病了 这个 大家听到 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 主啊 你所爱的人 病了 为什么 会特别说到 这 主耶稣 所爱的人呢 原来 我们看第一节 先介绍 有一个患病的人 叫拉撒路 拉撒路 这拉撒路 他住在哪里 他住在伯达尼 然后呢 他还有 他的 妹子 玛利亚 还有玛达 是他姐姐 所以三姐弟 他们都是住在 伯达尼的 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有看 路加福音书十章的话 都一样的 他们很常接待耶稣 玛利亚 喜欢听道理 玛达 很喜欢 服侍 接待耶稣 所以 圣经没有提到 他们这三姐弟的 爸爸妈妈 都没有提到 所以有人揣测 或许 可能 这个三姐弟 已经是孤儿 就是没有父母的 因为他们住在 伯达尼嘛 这个地方也是非常 悲苦的地方 可能也就是 孤儿的地方了 已经没有了父母 那他们 就住在一起的 然后第二节呢 你看第二节 这玛利亚就是那个 用香膏 来去抹耶稣的 用头发擦他的脚的 那患病的拉撒路 是他的兄弟 这个第二节 是怎么样呢 这个 作者他在叙述的时候 为了让您能够了解 这个玛利亚是谁呢 就是那个用香膏 磨组的 但是这个香膏 来去摸耶稣的头的 用头发擦他的脚的 是什么时候发生 十二章 以后我们在十二章 才看得到的 十二章才看得到 那是要 以后的事 就是拉撒路 复活以后的事 但是他这里的叙述 为了让您能够了解 这个玛利亚是谁呢 就是在十二章的 那个玛利亚 他来用香膏 抹耶稣嘛 所以患病的那拉撒路 是他的兄弟 是做介绍的 所以就给我们知道 这三姐弟 都是在一起的 常常接待耶稣的 看来 主耶稣在他的 最后的那一段时间 到耶路撒冷 他很常出去 都会去他的家 都会去这个家 所以到 这个三姐弟的家 我们来看 你看这个三姐弟 这个 第五节 大家看第五节 耶稣素来爱马大 和他妹子 并拉撒路 主耶稣所爱的人 并了不单单一个 其实主耶稣所爱的人 不单单一个 所以你看这里 耶稣爱马大 和妹子 还有拉撒路 所以这个三姐弟 都同样的 得到主耶稣的 爱护 所以圣经 他会说 那个马大 玛利亚 猜人 去告诉耶稣的时候 告诉他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 病了 我在想 马大 玛利亚 拉撒路 任何他们的三姐弟 当中 如果有一个是生病了 我看也一样了 也就是告诉耶稣 你所爱的人 病了 你所爱的人 是拉撒路呢 你所爱的人 是马大 还是玛利亚 都是耶稣所爱的人 但是现在事实呢 拉撒路是病的 患病的是拉撒路 所以姐姐妹 这个 就姐姐他们就派人去 他们姊妹就派人去 告诉耶稣 主啊 主啊 你所爱的人 病了 他们去 派人去见耶稣 他们叫人去找耶稣 你看第三节 他姊妹两个 就打发人去见耶稣 去哪里 去哪里见耶稣 到底耶稣当时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十章的事实节 十章事实节 耶稣又往越旦河外去 到了约翰起初 施洗的地方 就住在那里 这个是主耶稣 到了约翰起初 施洗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以前跟大家来去分享过 我们曾经学习 到底主耶稣回到 到了越旦河外 到了约翰起初 施洗的地方 那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 根据我们曾经过去的查考 施洗约翰 施洗的地方 有三个 大概都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书一章二十八节的 一章二十八节的就是 越旦河外的伯大尼 所以有古卷说这个地方叫做 伯大巴拉 伯大巴拉 就叫越旦河外的伯大尼 如果是这个的话 以一些的 查考书 有这样的推荐 就说 它就是那个加利利海 南部的一个地方 越旦河外 的一个地方 这是靠近什么呢 如果你看这个地图 你看那个地图 你看那个沈 有一个沈 你看那个英文 那个有个 北塔尼亚 有没有看到 其实这个 伯大尼是指一个 一个区来的 一个区 但是这个区里面 在加利利海的南部 有一个地方叫做 伯大巴拉 所以 大概可能可以断定说 施洗的地方是 这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约翰福音书 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 也可以断定 主耶稣 来到给施洗 和施洗的地方 是这个 因为主耶稣是从 那个 那个纳沙勒 纳沙勒 走过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 离加利利很靠近 所以 也有人断定就说 这个地方 越旦河外的伯大尼 或者是伯大巴拉 就是给南 对不起 给北部的人 来去施洗 所以他在北部这边 传 慧改的洗 有人要施洗 就到这个地方 好 第二个呢 就在约翰福音书 三章的二十三节 那个就是在哪里 爱嫩 爱嫩就是多水的地方 就是泉远 活水泉远的地方 那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中间那个爱嫩 其实这个就离开这个 沙勒 那个沙勒的旁边就是 就是在爱嫩这个地方 因为那边的水多 所以在那边来去施洗 这是第二个点 所以 可以说爱嫩呢 是给什么 中部的一些人的地方 尤其在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这一带的地方 大家要悔改信主的 就是要接受悔改的洗礼 他就到这里来洗 这是在中部的 第三个呢 就按照马可第一章 第四节所说的 或者在 马太福音书的 那个三章 马太福音书三 三章的第一节 开始的 或者六节 四三节 也有记载 如果你看马太了 都有的 那个是在哪里 犹太的旷野 犹太的旷野 比如说在这个马可 然后第一章第四节说就是在旷野施洗 所以这指哪里呢 是犹太地的旷野 犹太地的旷野就在这个死海的那个北半 那一个 所以是以色列国的南部 南部 也就是越旦河的最南部了 可以说 有个地点 所以 这个地点 施洗是给谁呢 是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的 南部的这些人 所以 根据这些这样的资料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 知道是说 施洗一旦 大概都有三个 施洗的定点 三个施洗的定点 一个是在北方 那个是 越旦河外的 伯达里 就是伯达巴拉 然后中间那是 那个埃嫩是给中部的 然后 犹太的旷野 就是越旦河外的 犹太的 那个旷野 也在那边施洗 那是给南部的人 给耶路撒冷的人 所以 现在 我们就要想 第十章的诗诗节 耶稣 又往越旦河外去 到了约翰起初 施洗的地方 如果以约翰福音书来看 施洗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 就在那个 主义书就退到北方去 回到施洗约翰 那个施洗的地方 如果按照约翰福音书讲的话 因为约翰福音书 没有提到其他的地方 只提到 埃嫩之前呢 有一个就是一章二十八节 就是伯达巴拉 就是退到这个地方去施洗了 但是如果你说三个地方 最起初的 如果用三个地方来算 最先起初的 应该是犹太的那个旷野 那是第一次 如果要算这三个了 第一个在那里 就是施洗约翰先在 耶路撒朗这一边开始 所以在那边做见证 所以才有那个法利赛人 祭司来挑难他 为什么你施洗 为什么你用水施洗 就这样问他 有很多人走去他那边 那可能都有两个的可能了 一个是往到北方去的 那个越旦河外的伯达尼 就是一章二十八节的 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马可 或者一章或者是 马太福音第三章的 那个犹太的旷野 那个地方南部那个 不是埃嫩就是了 会不会是南部呢 如果以我的理解来说 我比较赞同的是 最北方的一个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第十章 十章三十一节 约恩福音书十章三十一节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 要打他 有没有 要打他 他就离开 三十九节 他们又要拿他 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 主耶稣逃走了 逃去哪里呢 所以四十节逃去那个越旦河外的 就是约翰福音书一章二十八节 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那个地方 就在约翰福音书有记载的那一个 那里呢 就是北端那个加利利 最上面那一个 最上面那一个 更远嘛 他就逃走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再看哦 第八节 第七节你看 十二十一章七节 十一章第七节 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有没有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表示说 他在很远的地方 我们现在往犹太 犹太去 又再回去 他走很远 现在要回来 所以八节门徒才说嘛 那比 犹太人进来 又拿石头打你 你还要去啊 我说 你还要回去那个地方啊 所以应该 主耶稣会离开 犹太这个地方 走到北方去 哦 如果犹太的旷野的话 就太靠近了 他们都来 都来找耶稣 要抓耶稣的嘛 哦 所以 那么远 你看 两姊妹 他们就派人到 这个地方去找耶稣 就是 北端的那个 就是那个 有越旦河外的伯大尼 就是在加利利海 下来的那个地方 他们去找他 很远啊 要告诉主耶稣 你所爱的人病了 那 那主耶稣 听到的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第四节 第四节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我这个 这个让人有点 好像 什么呢 可以相信 因为有人派 派人来问耶稣 告诉耶稣 你所爱的人病的 所以说 这病不至于死的 这病乃是为神的荣耀 谁可以猜得到 拉撒路会死呢 不会 主耶稣说了吗 不至于死 但是后来怎样呢 他也死了 所以 主耶稣 目的在这里说 这病不至于死 后来也死了 对不对 表示说 在人的 认为说 不可能的事 主耶稣说 这病不是不至于死吗 那为什么死了 也是故意的 所以主耶稣 让人什么 没有想到说会死 但是果然 拉撒路死了 但是呢 主耶稣 特意要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的发生 有两个目的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在第四节 耶稣说的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让主耶稣得到荣耀 所以生病 或者至于死 都死了 都是为神的荣耀 所以 今天我们会生病 或许也会死 这是人生会面对的 但是 病的也是为神的荣耀 死了也为神的荣耀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主耶稣 要让这个拉撒路复活 当然是让主耶稣得到荣耀 因为祂是生命的主 祂是复活的主 第二呢 你看十五节 十五节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的 所以主耶稣 后来主耶稣说 拉撒路死了 死了 但是主耶稣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主耶稣一说 我没有先到那个地方 我现在很高兴 我觉得还很安慰 因为主耶稣已经等了第四天 才 就是要第四天才去那边 所以他就等 为什么呢 主耶稣说 为了你们的缘故 主耶稣故意把那个时间 使了拖长一点 所以你到了第十七节时候 拉撒路在坟墓 怎样 四天了 就是这个主耶稣要故意的 为什么呢 叫你们更加相信 拖久一点 再忍是不可能的 所以主耶稣让他活过来 让他活过来 所以才要证明 主耶稣是那个复活 主耶稣是那个生命 好了 从这一段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 人都会面对病 病痛 受苦 雅各书五章 十三十四节 这个我们很熟悉的 那如果你生病吗 痛苦吗 怎么样 祷告 好像那个 两姊妹一样 拉撒路生病了 怎么样 赶快就派人去见耶稣 就告诉耶稣 这等于是在祷告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一面对家庭一些生病了 赶快的报名给耶稣知道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在祷告 我们都有那个 荧幕走出来 很多被登记名字 是需要带导的 弟兄姊妹 朋友的名字 这不必 不必害羞的 你生病就是生病 生病你要人带导 那是应该的 其实 带导不知道 你是 托教会的各位弟兄姊妹 告诉主耶稣 不是主耶稣 不知道 主耶稣都知道的 主耶稣要在这种情形上 让我们学习怎么样 为人带导 为人祷告 告诉主 所以这是一种信心的表态 你在痛苦 你既然会向人祷告 也是一种信心 好了 所以 菲利比书呢 四章 十二十四节 保罗就说了 基督徒会面对各样各式的形态 穷苦吗 富有吗 挨饿吗 富足吗 这些都无所谓 但是保罗说 他学会什么呢 靠大家给我力量的 我就 我就什么都能做 原来他说 基督徒面对患难 远是美事 远是好事 我们来看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菲利比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十四节 四章十四节 菲利比书四章十四 然而 你们和我同受患难 远是美事 看到吗 保罗认为 弟兄姊妹们 跟他一起 能够 为了主耶稣的福音 为了传福音 传道 受的患难 也是一个美事 为主的生活 活下来 就算是生病了 任何的 这都是有神的美意 神的美 所以远是美事 保罗说 患难远是一个美事 好像 现在突然间 病痛临到了拉撒路的身上 这也是一个美事 有神的美好的旨意 好 现在我们看 十一章的六到十一节 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书十一章 六到十一 十六节 六到十六 我们来看一下 主耶稣听到了有人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生病了 那怎么样 他什么反应 我们来看第六节 听见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 扔住了两天 故意的 听到的消息 没有立刻啊 主耶稣还 故意的怎么样 拖延时间 为了什么呢 如果你看十七节 的话 耶稣到了就知道 拉撒路在坟墓里 已经四天了 他就知道了 第四天 所以 怎么样 两天 故意的 已经得到消息 两天故意的 然后才去出发 死了第四 已经 因为犹太人 死了当天就买账的 死了当天就买账 所以 在坟墓里面 已经四天 已经死去了四天 他就来 他就到 主耶稣是故意 把那个时间拖长 要故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看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看到吗 人 人都是这样想的 你早一点就好了 我们常常会这样 因为事情发生了 我们很常说 可教话 早地公 早地 这是人啊 太扯了 是不是 人说 马大对耶稣说 太 太扯了 你现在才来 扯了 没有话讲了 不能 主耶稣没有这句话的 只有主耶稣可以说 早知 我们没办法 主耶稣 马大也是这样 我们来看那个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马利亚也是这样讲 看马利亚 三十二节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就 伏伏在他脚前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就必不死 又是一样 马利亚说 主啊 你早一点来 他生病的时候 你就按手给他 你祷告他就好 一路来很多神迹都是这样 生病了 主耶稣就按手 又好了 但是 现在死了四天 你 你来干什么 现在来干什么 主耶稣就是要来啊 就是要叫他复活 所以 他们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你早一点来就好 大家都是认为是这样 但是主耶稣 就是要为了这个 因为什么呢 你母能 在你不可能的 你要早也没有了 现在很迟了 所以 迟来也没有福气 主耶稣还是有的 迟来 还是有恩典 他不会说 迟来 没有恩典 还是有恩典 好了 我们看 回到十一章第七节 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 再往犹太去吧 来 我们去犹太地区 哇 门徒听见 不得了 你看第八节 我们还要往犹太地区啊 为什么呢 第八节说 犹太人进来用石头 要打你啊 你还要去啊 意思说 门徒都怕 门徒都怕 等一下我们看到 第十六节之后 你就看到有个门徒更怕 很怕的 他们 因为 他们要打 要打耶稣 他们也不例外嘛 因为陪着耶稣的嘛 对不对 现在 用石头打你 你还要去吗 你看 十章的三十一节 上次我们再查个十章三十一节 犹太人就是要拿石头打他 要打他 在十章三十九 要把他拿下来 要抓他 对不对 主耶稣就 就这样 离开了 逃走了 现在主耶稣要回去 喷喷喷喷喷说 你想清楚一点 要回去吗 好了 你看第九节 第十节 主耶稣说了很特别的话 那门徒说 你还要去犹太地吗 答案说 要不要吗 但是主耶稣 是要的了 但是主耶稣 在回答第九节 你看 主耶稣怎么回答 百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 人在百日 百日走路 就不至于跌倒 因为看见 这世上的光 十节 若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什么意思 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 意思说 虽然 有太地 有人要拿石头 打我 很危险 那是很冒险的地方 但是呢 主耶稣就说 还是去啊 趁着什么 第一个 趁着百日 百日走路 就不会跌倒 我们不要晚上去 我们就百天去 我们就百天走路 就应该是这样嘛 为什么呢 百天就有十二个小时吗 我们就趁着 但是主耶稣 另有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 因为看见世上的光 谁是世上的光 主耶稣 所以说 百日我们现在要去 我们现在趁着时间 就要走 就要走路 百日可以走路 但是为什么呢 主耶稣要告诉门主说 我是世上的光 你怕什么 主耶稣是世上的光 然后他要 他要走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 你看 第十节呢 你黑夜走路 你就要跌倒了 因为你没有光 按 按 按 安逸的指示门主说 哎 你们有耶稣是基督 跟你们在一起 你们怕什么 死后还没有到主耶稣 不会被抓的 但是 门徒都很紧张 怕 他乱石头一丢 可能会 撞到他门徒 他们都会怕 但是主耶稣 不是 主耶稣要把握这个机会就去 他要显得到 我是世上的光 我曾经一直生来瞎子的看见 我现在要给你证明 那个死气的拉撒路 我要叫他活过来 好 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时间 百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 表示什么 我们今天的时间跟犹太人的时间还是一样的 一天还是 白天12个小时 晚上12个小时 所以百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 答案是对的了 所以时间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大家要看一下这时间你看 罗马 约翰福音书11章9节 百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 大家有看到两边那个是一亮 那是晚上 那个有太阳的是白天 罗马人的时间 这个罗马时间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有没有 然后七点黄色的七点那个是morning 早上了 七点早上八点九点 12点是中午了 然后到六点的傍晚 我们就进入晚上了 所以百天有没有12个小时 12个小时 一样的 但是犹太人的算法又不一样了 犹太人算法在早上一开始 这first hour 七点的那个变成的first hour second hour 所以到到什么呢 到最后的傍晚的时候 那是第十二了 所以就再重新算过这样 所以这是12个小时没有错的 所以百天有12个小时 跟我们今天算法都一样了 好 我们来看 十一到十四节 十一到十四节 主耶稣就说了 祂就说 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要去叫醒他 这个主耶稣说 睡了 不是 不是 不是那个睡觉 英文圣经你们翻译应该是 sleep对不对 是睡觉了 主耶稣说 拉撒路睡觉了 而且主耶稣还称拉撒路什么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拉撒路死了 应该是说死了 但是主耶稣 他不用死 他是用睡 所以主耶稣用了一次 以后你看圣经里面 有重复在用 描述一个基督徒死的时候 不用死 他用睡 第一个我们来看十六行传 十六行传的第七章 十六行传七章 我们看六十节 七章六十节 死提反嘛 就是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跪于他们 说了这话 就睡了 扫罗也喜悦 他不害 有没有 其实这个 死提反 最后的喊着说 说了这话怎样 就睡了 其实怎么呢 死了 对不对 所以跟主耶稣说的 那睡了 以后的基督徒 来去形容一个人 死的时候 都不说死了 他睡觉了 他睡了 同样的 保罗 在铁撒罗尼加前书 也是一样的 描述那些 已经死了 那些弟兄姊妹 怎么说呢 是睡了的人 我们来看铁撒罗尼加前书 四章 铁撒罗尼加前书 四章十三节 四章十三节 四章十三 论到睡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 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十四节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叫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论到睡了的人 有没有 I sleep 也是睡觉了 所以 这是指着 已经死的人 在坟墓里面那种 以后怎么样 主耶稣要把他叫醒 所以 基督徒在主里面 主耶稣所爱的人的死 在主面前看 是睡觉 睡觉就要起身 睡觉有一天就要起来 所以看你睡多久 你早点睡 你不是睡很长 睡到耶稣来 你比较靠近耶稣 再来的人 你睡一下子 你就起人 那些 在耶稣来 还没有睡的 睡不 没办法睡在坟墓里面 你就改变 改变 等耶稣来 我们就被耶稣截去 这是门徒 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教导启示 好 我们再回到 约翰福音书十一章 看十五节了 十五节 就告诉我们 他欢喜 他为这件事来欢喜 他说 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 荣耀就看见 等一下他 第四天 他到了那边 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 可以叫门徒相信 所以以后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 为了这神迹来相信耶稣 好了 但是这个 他随便说很欢喜 所以随便说 现在我们就往哪里去 准备怎样 得荣耀 准备叫人的相信 这是目的的 那十六节 这个多玛就走出来了 托马斯 多玛也被称为叫做底图玛 也在底图玛 所以他有两个名字 多玛是托马 他是托马斯的意思是什么 是孪生的 就是双生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是这样 那很特别 就是他是双生的 然后底图玛呢 也是另外他的一个名字 他有两个名字了 但是这个多玛和底图玛 这个名字 你被讲出来的话 我们都说怎么样 他是很多怀疑的人 约翰福音书十一章十六节 开始说到他 为什么呢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什么意思 惨啊 这次去有待地死定了 跟耶稣一起死吧 所以这很调皮的事 为什么呢 他在怀疑 主耶稣跟他说了 他还没办法领悟 还没有办法领悟 所以以后你看见 在 十四章 或者到二十章 主耶稣复活以后 他也不相信的 他跟什么 他说要看到 然后要摸到 耶稣的那个钉横 不用摸 他才相信 主耶稣给他显现 给他看 来你来摸 你来看 我说我的主 我的神 他才相信 多玛这个人怎么样 要看到才信的 他要看到才相信 要摸到才信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多玛是 被造就的一个人 要被造就 他其实对主耶稣也很多怀疑 但是他看到 主耶稣竟然能够叫 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那是对他也是一个造就 但是 十六节就表明说 这个门徒有一点怀疑 就是有点 心怀 就是他这个坏习惯 就是没有办法能够相信 完全的相信耶稣 或许啊 在刚才的那个 第八节 犹太人进来都拿石头 打你 你还往那里 他听到这 他都会怕 还要去那边 他会怕 他会怀疑 但是他还是跟从主耶稣一起去了 所以好了 我们就一起去死了 跟着就去死 OK 好了 这是我们今晚查到第十六节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二十六号 下个星期一 我们继续十七节 主耶稣就到了 那个伯大尼 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样 把拉撒路从死里叫醒 把他叫他复活 好了 这是今晚我们查到的这地方了 跟主耶稣帮助 我们一起来祷告 结束我们在今晚的查经 大家一起跪下祷告 祝主耶稣基督圣明祷告